据英媒报道 56岁澳大利亚男子 西蒙·多兰特·戴 近日明确表态称 为了证明自己是查尔斯三世国王 和卡米拉王后的儿子 他将不惜一切代价 让这对夫妇接受DNA测试 并且正在考虑对王室提起法律诉讼 西蒙多年来一直声称 自己是查尔斯和卡米拉的私生子 并多次承诺愿意接受DNA检测 这位工程师解释说 卡米拉是1965年 与查尔斯一起去澳大利亚旅行时 怀上她的 当时查尔斯17岁 卡米拉18岁 两人都还是青少年 根据西蒙的说法 1966年4月5日 她出生于英国的普茨茅斯 之后一直被女王抚养到8个月大 后来女王担心她长大后 无法瞒过公众 便将她送给了皇室庄园里工作的一对夫妇 这对夫妇将西蒙当作自己的孩子一样 抚养成人 直到西蒙养祖母临终前 才将她的身世告诉了她 女王在去世前最后几个月 甚至写信给她 请求她让查尔斯去做亲子鉴定 但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如今随着女王去世 查尔斯继承王位 这位九个孩子的父亲表示 他依然不会放弃寻找答案 一切会照往常往前推进 接下来将会对王室采取法律行动 最近几日 有很多媒体打电话 关心和安慰西蒙 她说 就像这个星球上的每一个人一样 我们很难不为女王的去世感到难过 正如你们中的许多人所表达的那样 我和我的家人 不仅为失去女王而悲伤 也为失去以正确的方式 来愉快地解决这个问题的机会而悲伤 与此同时 西蒙还坚称 面前的山是男是女 对他来说没什么区别 那座山有多高 也无关紧要 这位自称是查尔斯儿子的男子表示 威廉王子被封为威尔士亲王 给了自己一记耳光 他十分委屈地说道 我不想要那种感觉 但我确实有过 我只是觉得 查尔斯至少应该给我个答复 承认我 他给了威廉一个这样的头衔 而我的答案是什么 我的DNA测试呢 如果你不是我父亲 那就证明你不是 而对于如何起诉查尔斯三世国王和卡米拉王后 西蒙坦诚 自己已经和高级法律人士就这个问题讨论过多次 他们认为 他们认为即使是国王也没有任何理由拒绝亲子鉴定 而卡米拉和他的家人当然更不能凌驾于法律之上 据悉 澳大利亚法官在上次裁决中曾告诉西蒙 如果他下一次带着证据回去 那么查尔斯和卡米拉就没有理由拒绝DNA测试 他们必须给西蒙一个答案 西蒙最后补充道 查尔斯得到了他想要的 他得到了王位 他得到了妻子 他得到了一切 而我甚至不知道我的母亲的真相 我什么时候才能扭转乾坤呢 现在是我应该得到幸福结局的时候了 值得注意的是 这位男子以前还在他的脸书主页上 发过自己与查尔斯的笑容对比照 乍一看 两人笑起来的模样还真有点像 而他的五官不得不说与卡米拉也有点像 而如果西蒙所言属实 那么从某种意义上说 他才是查尔斯的长子 难怪有网友说 如果以后查尔斯三世国王退位 那么继承王位的有可能就是西蒙 对此西蒙分享了 他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去世之前 写给女王的最后一封信 并称他一直将信保密至今 他说他是八个月大的时候 被养祖父母抱养的 这对老人 从前在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与爱丁堡公爵菲利普王子的一处居所工作 西蒙称养祖父母在临终前告诉他 他是查尔斯与卡米拉的秘密孩子 这封信是2021年11月寄出的 多兰特戴先生认为 现在是他分享给女王信件内容的最好时机 接受采访时西蒙说 我一直对这封信的内容保密到现在 现在是时候分享了 女王去世时我很失望 她还没有回复我的信息 那时候我是悲伤的 因为机会之窗已经关闭 在11月联系女王之前 多兰特戴曾与昆士兰州总督 珍妮特杨博士讨论此案 他在信中也提及了这一点 西蒙在信中说 陛下 在临近节日之际 我希望这封信能让您心情愉快 荣光焕发 我冒昧地通过州长办公室 与您取得联络 鉴于我与家人目前所处境地 我认为这是合理的 之后西蒙声称 童年时代 她接受了一些医疗程序 比如八岁时 把她本来的蓝眼睛 变成了褐色眼睛 十五岁时处理了两颗牙 这些办法都是为了改变她的外表 西蒙说她可以理解 并能在一定程度上 原谅这些企图毁灭 她存在痕迹的行为 这些行为是为了隐瞒我的真实身份 但她不能忘记曾经发生的事 西蒙指出 多年来她一直与收养她的代家族一起生活 养祖父母亲经常提到 他们为王室工作的时光 西蒙说 在1998年最后一次访问英国时 养母再次亲自告诉她 你的亲生父母是查尔斯和她的妻子卡米拉 西蒙在信中说 她认为女王没有密切关注此事是多么的天真 她督促女王来解决这一问题 愿上帝赐予你挺身而出的力量 多年来 多兰特戴先生一直表示 他希望王室成员可以接受DNA检测 以证明她的遗传基因 甚至早前她在给女王写信 没有得到体面回复后 她开始寻求法律建议 多兰特戴还透露她的名字所包含的 西蒙查尔斯 是查尔斯三世国王准许别人抱养她时 给出的条件 关于头衔问题 多兰特戴接受采访时表示 虽然实际上 他才是国王和王后的长子 但他也知道 很难不让国王将威廉命名为威尔士亲王 否则不是在打脸吗 但查尔斯能做的是给他一个答案 承认他的身份 接受DNA测试 如果你不是我的父亲 就证明你不是 多兰特戴表示 他与法官及大律师 讨论过查尔斯法律地位的问题 讨论到君主是否受法律保护 还是凌驾于法律之上 他们的答案是否定的 西蒙于1966年4月5日出生于英国普茨茅斯 他生成1945年 17岁的查尔斯与18岁的卡米拉 在温斯顿丘吉尔的葬礼上相识 后来便有了他 卡米拉将他秘密养了8个月 后王室将他交给王室工作人员 也就是西蒙的养祖父母收养 但这与广泛流传的记录不符 目前官方的记录是 1970年 22岁的查尔斯与23岁的卡米拉 在温莎大公园的一场马球比赛中相遇 卡米拉用一句话介绍自己 先生 你知道我的曾祖母是你曾曾祖父的情妇? 这是没错的 这里说的是爱德华七世国王 与他著名的情妇爱丽丝凯佩尔 西蒙为了让人们信任他 于是他在近期晒出了自己女儿 美亚小时候的照片 美亚和夏洛特公主长得真的很像 西蒙女儿和夏洛特公主的 五官几乎是一模一样 就像一个母子里刻出来的 旁人都难以分辨出 到底哪一个才是真正的夏洛特公主 从眉毛、眼睛、鼻子到嘴巴 这位叫美亚的女子的小时候的脸 和查尔斯唯一的孙女 夏洛特公主的五官 简直有着惊人的相似 眼睛是最像的部分 其次是嘴巴和鼻子 眉形有一点点出入 整体而言 她们的相似度超过了60% 甚至可以达到80% 还有西蒙的儿子 长得也很像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从西蒙的口中我们得知 卡米拉曾邀请过她很多次 据称他们见面的地方 叫罗布德兰兹乡间别墅 这里的主人 原来是查尔斯王子的书公 蒙巴顿公爵 伊丽莎白二世女王 和菲利普亲王曾来过这里 他们在结婚60周年的时候 来这里拍过一组照片 西蒙称自己至今还记得 那栋房子里面和外面的样子 她还去过很多次 不过每次停留的时间不长 只有几个小时 当时她在那里经过的时候 很多的路人都以为 她是英国王室成员 很多人都觉得 西蒙很像查尔斯王子 和卡米拉的私生子 上周她在路上碰到了一个路人 她拍了她的照片 并上传了她的一条视频 这并不是西蒙第一次遇到这种事情 在她去世界各地旅游的时候 总会有不少人盯着她看 其中的一些人会直接对她说 嘿 你长得真的很像一位王室成员 查尔斯王子如果被查出真的有私生子 那真不是一件光彩的事情 因为整个王室的形象都会被她毁掉 她本来就没有从戴安娜王妃的事件中走出来 又发生这样的事情 她做国王的希望会变得越来越渺茫 不过对于英国王室成员来说 私生子这个话题并不少见 梅根在和哈利王子结婚前 发现了她有一个私生子 是一个红头发的男孩 另外安妮公主的前夫 据称也是一个非常风流的男士 她在和安妮公主结婚后 拥有非常多的情人 也许最像的还是查尔斯王子 传说中的这位私生子 不论是西蒙本人 亦或是她的女儿 都和英国王室成员 有着极高的相似度 不知道她到底是不是查尔斯王子 和卡米拉的私生子 这么多年都过去了 她还是没有办法去做DNA检测 以后可能是没希望了 这真的很可惜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如果喜欢本期视频 就请多多订阅和关注哟 我们下期节目不见不散